接著我們要跟大家介紹這個假善科技的 這家公司專門都在做什麼?做動畫 2D的、3D的 所以他很專注在這一塊 那這個網站 他是一個雲端服務 所以如果你已經有 線上註冊的,待會就可以直接登錄 那如果沒有的,待會註冊一下也還好 那不管你是用 Facebook還是Google 授權登錄,還是你用Email註冊 他都需要去收信 也就是說你即使用Google 即使用Facebook授權的 你還是要去收一個認證信 去啟用一下 因為有的是,你只要認證就不用啟用 可是他還是需要 那第二個是,這個服務有中文 而且我跟各位講 他的中文只有正體中文 沒有簡體中文 我很少看到有公司這麼大膽的 不要大陸市場這樣,沒有開玩笑 真的他的中文,因為他是台灣的公司 所以說他的中文就是只有正體中文 所以這個各位使用起來會相對 覺得比較方便 事實上當然其實 現在呢 做這種動畫的 其實有很多 有很多是雲端服務,也有是個別軟體的 都有 都有 那您點開之後呢 有沒有就進到這個地方來了 對不對 就進到這邊了 那 您可以在上面開一個新的分頁 讓他 獨立出來 不要放在OneNote裡面 按一下新分頁 這樣就獨立出來了 好 那怎麼登錄呢 你就 按一下Start Now就好了 如果你沒有註冊的 也沒關係 就是來這邊按 他就會問你 你要怎麼註冊 好 點進去 好 那 那 他這個服務呢 他把它稱作叫做Supermedia Supermedia 那這邊就看各位 您是用Facebook啦 Google啦 就做登錄 那如果已經有的 就從這邊登錄也可以 我就先用我的Google帳號登錄一下 登錄之後會長得像這樣 那 一看是英文了對不對 所以先從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一恩 你把語氣變一下就好了 從這個地方變成中文的 那我剛剛提過的中文是正題中文 有沒有這樣看起來比較熟悉一點 就比較熟悉一點 好 那我們免費的方案呢 免費方案 你一個帳號可以建 五個動畫 的專案 一個帳號 可以建五個動畫專案 那你有500美卡的空間 然後呢 每一個專案最多可以有15個投影片 那你看到我用投影片這個名詞 你應該就知道待會會 發脾很上升 這樣可以嗎 OK 所以呢 你就從這邊 我這裡面現在四個 我還可以再增加一個 就按一下 按個新增專案 好 進來了 現在這樣進來了有沒有看起來 很熟悉的感覺 對不對你看左手邊 有沒有PowerPoint的感覺 對不對 新增時代就好 所以我說PowerPoint學好就好了 Office那些不要再學了 好 那你看 他真正的工具在這裡 主要在中間這一段 中間這一段有沒有 這些 工具在這邊 他的右手邊呢 右手邊這裡 就是相關的屬性 比如說你點到哪個物件 點到哪個功能 右手邊就是 那些相關的屬性來設定 那你真正要做 動畫的編輯在下面 有沒有看到有個時間走 就是像這樣 所以其實 PowerPoint用PowerPoint的方式來做影片剪輯是還蠻方便的 那 第一個呢你進來的時候他這裡有一個 這樣子你可以把它刪掉 有沒有 這樣你就可以開始做 這是第一種方法 第二個 各位有沒有看到上面有什麼 上面啊 有沒有看到放本 對齁 所以你要哪一個感覺 你就自己來這邊按一下吧 往下走 他有很多 事實上我們這個 所謂的 Cloud Animator 他除了做動畫以外 他還有互動的功能 他還有互動的功能 所以其實這個是 跟PowerPoint比較像的 也 好處就是你可以跟 你的 使用者做一些互動 你可以往下走 往下走 蠻多的 對不對 你在捲動 在捲往下面 再往下面捲 還有一些是什麼 資料夾的 有沒有 他就有再稍微分類一下 比如說你要Christmas 我就來這邊點一下 Christmas card 好他就問你 那你現在要套用這個範本之後會覆蓋所有的 我就把它載進來 好 那載入之後呢 各位也不用急著 先編輯 先怎麼樣 預覽一下 不然你不知道他到底 做的是什麼 所以等一下呢 在下面這邊會有個預覽 下面這邊會有個預覽 好 已經有了 你看是不是有兩個投影片 對不對 有兩個投影片 你點不同投影片 他會給你看到 那我就先從第一個 第一個進來之後按下預覽 他會開一個 新的 在這邊 這裡打掉了 有沒有看到 他會彈出一個視窗 所以你要先允許他一下 可以嗎 右上角這邊允許一下 好 現在我再來按 預覽 有 這樣就打開了 所以你第一件事情先看看他的動畫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OK 你就可以拍了一下 這樣你還好意思跟人家講 你不會做動畫嗎 點一下就有對不對 你現在自己要改東西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這種的是什麼 像這樣一個 然後你下一頁 我們不是兩個頁面嗎 對不對 你可以聽到下一頁 他又有不一樣的 我就快點 這樣了解了嗎 這是他裡面的 所以 你這樣就知道說 原來我現在套的範本是哪一個 那你就可以再去改他 看你是要改哪一個內容 這個時候呢 你真正想要編輯他的時候 各位 你就要把這個時間軸打開囉 你要真正編輯他內容 下面這個時間軸來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你們這樣時間軸長高了 這個時候 他的內容還蠻多的 有沒有看到下面還很多 對不對 你要會捲動一下 不是只有上面那四個 所以你點到哪一個 他就會亮起來 那如果前面 他有的有鎖住的 有沒有前面這有鎖頭鎖住的 你要把它打開一下 這樣你才可以編輯他 你看我點到他 我就知道這個是誰的 這一個 這個是什麼 Snow 這個有沒有 雪花的 這樣是不是可以編輯 就在這邊 這樣了解概念 你可以先找找看 那 當你點到任一個物件的時候 他的右手邊 右手邊 有沒有就會出現相對應的屬性 右手邊會出現相對應的屬性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先找找看 有沒有你喜歡的範本 喜歡的 不要客氣 就給他 拿來用一下 像這邊 你看有trend 有這個 這個節慶的 你如果載入範本 他會取代你現有的 會取代你現有的 這個要特別留意一下 你不要做到一半 然後說我來套用範本 然後全面的就不見了 所以一定要先把範本先選好 先把它選好 那你就點一下 一樣的 預覽看看 所以你要改文字 也是OK 我跟各位講 甲上科技 對中文真的比較好 你看看一般你其他在用那些雲端服務 中文的字體有哪些 頂多有細名標改加黑體就 算 很優秀了對不對 我們這一家沒有 不只 等一下我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這樣有沒有進來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先看因為他剛好這裡有文字 我就把時間軸打開 我們時間呢 我就這個 往後退一下 往後退一下 在前面 看看 在哪裡 文字文字 點到這邊 好像沒有看到文字 都看好是圖片的 可能是在後面 比較偏後面 拉開一點點 有有有 你看我點到這個文字 點到他 您看一下字體的部分 字型的部分 我們看這裡 他真的對中文比較好 你看 有沒有仿宋 有沒有黑體 楷書 明體 這個 這個 就是免費的都可以用的 我們講免費的字型 通通都可以用 那日文的這邊也有 也有 所以您就可以像這樣 我去改成我們覺得 比較適合的 中文 尤其是中文的部分 因為我們一般大部分 比較沒有太大問題 所以你就可以像這樣 自己去修正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 遇到的狀況 這樣OK嗎 可以喔 所以請你先挑挑範粉吧 等一下我們再看 如果 如果我不要一次全部套用這麼多範本 有沒有其他辦法 看到 不然 的話 間 和